老舟公寓游踢狭窄 上海的海鮮困难 凌晨凌晨大火 也是一把 最终是猛烈人生 那左马顶头压盖 烧的金光 一床老人没有 现在最终 拆都拆不完了 我们既不及 新北这栋老公去顶头 这年头还在压盖 系上红砖帆布 隐约听到里头 有洞峰的声音 林家是台湾独特风景 站上楼顶 房顶望去 全是一块一块铁皮屋顶 拼接成各线市最丑是容 最新统计 全国维建数量大约71万 比2014年多了11万件 光是台北市 代拆的就有34877件 一边拆一边涨 重新维建 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方位 就是说维建不得修散 所以如果你修散 这个居包 那所以你导致说 你会看到维建的居包案件 越来越多 维建有增无减 还让急需的东根卡关 因为很多反对的 都是这些维建物 你现在看到这个铁皮屋 都是初步加出来的 那加出来的面积 我房子本期30平 我维建这里也20平 那你要给我30加25 50平的室内新房子 我才要同意都根 就是这样的心态 让都根难上加难 除了你家是丁子库 一楼做生意的店家 也是都根反对库的大宗 我月收入20万 我何必去动 跟你先做这个 而且有个东西 因为新的法规来讲 在考虑建并率 跟农业的问题 我反而是我原本的 使用面积就会变成 就会造成一个 商业区一些 我不太愿意 配的部分 人人都想一瓶换一瓶 但现实却不可能达成 反对都更理由千奇百怪 曾有住户狮子大开口 要建商拿出一亿资金 或说自家触获医生儿子 风水好 评数要更多 还有的只比邻居 靠近捷运站100公尺 都觉得条件优越 也嚷嚷着要多分一点 我活了六七十岁 人生翻转 可以变爆发护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要使命的要 多更是块肥肉 多数民众却懵懵懂懂 谈判成了建商跟住户的 拔河站 我们询问一名 住在顶家的屋主 他去年买了顶楼 前屋主在楼上 又盖了做小套房 建商来谈都庚 他却发现 土地评数怎么算 全没有相关法规 都是建商说了算 他连那个计算的方式 如果他可能差到千万 而且连选务都变成是说 是某些住户特别 特别可以优先先选 都已经在权力变化 都已经反映出来 大家都已经在同一个基本上 凭什么他们可以先选 不只陈先生 就连其他部分住户 也觉得条件不对等 建商合作都庚如果不可行 公办都庚或许是解决之道 他因为他自从先解决掉 所谓的 高标问题 前期执行的问题 而且他会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将来的一个建筑规划 跟你的分配领域 这些问题给出来 你们决定好 政府再帮你们往下走一步 再帮你们招商 1994年台北市长陈水扁 喊出违建缓拆30年的特设令 如今已经来到2024年 违建却越来越多 多庚寸户难行 房屋需求量高于供给量 供权利弱不介入调停 大陆更时代将入魂充弹 电脑队记者中山城黄书委报道